而另外下面这个报导则是戏剧隔了半世纪之后 成为他生命的真实 也难怪他踏出太空桑的时候忍不住流泪 这就是很多人印象非常深刻的寇克舰长 他演的星际争霸战 在当时让他成为美国 甚至美国影集输出的家喻户晓的人物 而这一天他坐上了亚马逊旗下的蓝色起源商用太空船 这是蓝色起源的今年第二趟载人上太空的飞行 高龄90岁的威廉薛特纳 就是我们讲的寇克舰长 当然是最受瞩目的 他的经典角色升职人心 太空船舰长就是他 这次他搭上了星雪帕德号 抵达了太空边缘 他跟其他三个同行的乘客 亲眼从太空观看地球 这个体验让90岁的他感动不已 顺利回到地面之后 他向贝佐斯表达感谢 激动到一度哽咽 而他立刻也成为我们这个世界上90岁最高龄的太空人 引擎启动瞬间 吞热燃烧 震耳欲聋 蓝色起源冰衣三星雪帕德火箭 美东时间13号早上9点50分 从德州范霍恩火箭基地起飞前往太空 最受瞩目的乘客是高龄90岁的美国演员 威廉·薛特纳 蓝色起源在正式升空前公布的影片 为这位老牌影星制作一段感人的记录 从1966年星际争霸战影集播出 薛特纳饰演的寇克舰长升职人心 55年后的今天 他终于要真正进到太空 不过这回太空服上秀的是蓝色起源 这回和他一起上太空的 是卫星影像公司星球实验室联合创办人 博修人 和临床研究平台 共同创办人德弗里斯 蓝色起源派出任务 即飞行营运女副总裁鲍尔斯同行 至于一个座位票价卖多少钱 蓝色起源没有透露 升空前训练只有短短两天 好事多磨 原本12号就要正式起飞 却因为风势太大而顺延 隔天一大早 由老板贝佐斯亲自开车 将四人送往发射地点 薛特纳一路保持微笑 看起来似乎有些紧张 众人进入太空舱前 除一敲钟 身为星际争霸站资深影迷 贝佐斯亲自送偶像到太空舱 新雪帕德号 以每小时3596公里速度升空 飞行高度达105公里 这趟太空之旅 包含起降一共10分17秒 最令人期待的 就是抵达太空边缘时 无重力体感和眼前的美丽地球 演了一辈子的抗客舰长 薛特纳终于真正从太空望向自己的家乡 虽然时间只有短短三分钟 与其他年轻人的兴奋爆发相比 薛特纳只是静静地待在观景窗前 不断发出赞叹 回到地面时 薛特纳忍不住告诉大家 他的太空体验感受 抗客舰长顺利降落 蓝色起源员工立刻上前 确认一切安全无余 由贝佐斯亲自打开舱门 在众人欢呼声中 四人步出太空舱 90岁的薛特纳 正式成为世界上最年长的太空人 薛特纳流下感动的眼泪 与贝佐斯互相拥抱 梦寐以求的真实太空之旅 画下完美句点 现场大开小兵庆祝 蓝色起源在好莱坞名人加持下 名气又更加响亮 每一次飞行都考量到商业价值 而且这还只是蓝色起源 今年内三次升空计划中的第二个 年底前 新雪帕德号又会再度升空 为人类的商业太空之旅 不断创造记录 TVBS新闻最后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